一般的大餐 我们如果看到别人 远远的端着一大盘过来 一定在拆 哎呀,这个一定是那个料好实在的那个火锅料 或者是 生鱼片的一个大拼盘 但是呢,在这里你永远会失望 因为它出菜 跟你的期望大部分是不一样 说真的,我今天看到这盘菜 我真的是觉得呼吸都要暂时停止 我只能说我们的主人 实在是太爱玩菜色了 这个已经玩到 已经超出一般的常理 它也不是日本料理 它也不是火锅料 它也不是生菜盘 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我不理解的概念 所以我就要请我们工作人员好好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一道是综合的蔬菜冷盘 叫蔬菜冷盘 那有搭配一些海鲜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第四道了 我们还在前奏曲 还在那个 因为没有所谓的主菜 所以每一道就是客人都会有所期待 每一道就 从摆盘到内容物到它那个口感都让别人期待 那么这一个 我第一个来说明这道菜的特色 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在这家餐厅我看过它们的容器是追撞的 也就是说它下面如果不是有载体 没有冰块或者是没有水的话 这个是站不住的 所以这个里面的做料是什么 这个是洋葱酱三蔬菜用的 三蔬菜用的 这边是很典型的芥末 对芥末 但是你们的芥末应该也跟别人不太一样吧 嗯 这是进口的芥末粉 哦 OK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来介绍起 这一个 是 生鱼片 那底下呢 有卷的是紫菜 那上面是三星葱的葱丝 三星葱丝跟里面是紫菜 对 是熟的紫菜 你们这个主角跟配角都改变了 对啊 这个是什么鱼 这个是旗鱼 旗鱼变成是包裹一个卷的外面的材料 对 这个观念就是很天赋的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更奢侈的 海胆 那底下是豆皮卷有卷的银芽 对 哦 这个豆皮卷里面还有放银芽 对 然后下面是放了一片生菜 对 罗美生菜 那这个姜我来猜猜看 它也经过了某种做料的腌制 还是就是生姜 就生姜 就生姜 取它的原味 是 然后我们再看过来 这边是台湾特有的 小鲍鱼 小鲍鱼 是 哇 上面的做料 那个是海苔纳豆酱 海苔纳豆酱 对 海苔纳豆酱 对 和纳豆酱 这个酱好像也是这边原创的 呃 应该是说日本有 那只是老板把它带过来台湾 嗯 在台湾 因为我们看到小鲍鱼或者酒骨 那个酱 看起来的颜色跟内容物 就跟你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等一下来尝尝看这个口感 差别在哪里 嗯 好啦 那中间的这一盘 这边有我最喜欢的青花菜 OK 健康食品 这边呢 会是暖湿啊 把它切成片状 嗯 上面再加的是栗子酱 栗子酱 栗子酱 对 就是我们吃的糖草栗子和栗子酱 有很多种坚果类加在一起的栗子酱 对 因为我刚刚去的看它不会的只有栗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金菊 金菊 那然后这个摆盘 我来拆 就是你们这个外面的庭园 山上的东西吗 呃 这个有啦 这个没办法 这个要跟花式买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都是新鲜的就对啦 对新鲜的 刚刚是今天早上才采下来的 那么它整盘呢 都是用这个冰块摆在下面的 对 所以它的基本的概念是冷盘 对 你可以偷偷地告诉我 你最喜欢吃哪一个吗 我最喜欢吃的 哪一个 我等一下就先吃那个 我可以讲 只有讲酱料吗 可以啊 那个洋葱料比较特别是每天新鲜线条的 啊真的 对 如果沾海鲜或者是沾蔬菜都很适合 OK 我们比较建议客人沾蔬菜 是 那等于就说我们等一下加了酱油跟这个 芥末 芥末 这两个 沾海鲜 还好你有说明 不然我们就没有搞清楚 这个 酱油加芥末是沾海鲜 所以就是污泥海胆加上 生鱼片 对 包括我们的小鲍鱼 小鲍鱼本身有调理过 那上面也有纳豆酱 那如果您觉得味道不够可以另外再沾 对 但是这边的蔬菜的话 我们就建议先是用洋葱的这个作料 对 所以一道菜里面我常常说在这里至少有十种做料 十种食材 我看这里会超过三十种 都有蠢 啊 太幸福了 我忘了 我忘了 谢谢观看